第九题,有关速率与速度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? A,运动的路径长相等,所花的时间越短,平均速率越大,这个是对的,因为我们的速率就是我们的路径长除以时间,所以如果路径长相同,时间比较短,这样就平均速率就越大。 B,相同的时间内,运动的路径长越长,平均速度越大,这个是错的,因为速度要算的是位移而不是路径长,是位移越大,平均速度才是越大,选项B是错的,C,运动的路径长越长,顺时速率越大,顺时速率是在算瞬间的快慢,那么这跟他前面走的路径有多长并没有关系, 那么不代表说我前面走的越长,我的瞬间的速率就会越大,所以选项C是错的,选项猪运动的时间越短,顺时速度越大,那么我们的速度呢是要用位移去处理时间,我们的时间短,可是要看到位移有多少,才知道速度是比较大或比较小,选项猪呢也是错的,因此第九题问我们说,有关速率与速度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? 我们答案选的是A,运动的路径长相等,所花的时间越短,平均速率越大。